身穿传统服饰 展示大型面具 斯里兰卡舞团成员 随着鼓声舞动 台下游客看得目不转睛 我们互相合作 相亲相爱 关怀彼此 这就是我们快乐的秘方了 大小朋友都爱的儿童剧 舞台上还有一只恐龙 进歌热舞 宜兰童万节 魁为两年再度举办 14号晚间的闭幕典礼 第围棋44天的活动 画下完美据点 我们期待2023期待再相会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童万节更精彩 过去因为疫情停办的宜兰童万节 这回抢搭暑假期间国旅热潮 7月2号到8月14号 统计总入园人数超过41万人 预估带来10亿元的观光经济效益 很棒 很不错 很联合 这样生意有变得好吗 有有有有比较好 交通部观光局从7月15号推出的国旅补助方案 上线就广受民众欢迎 截至8月12号 自由行旅客住宿补助 金额使用超过10亿元 补助约81.5万间客房 估算住宿补助的部分 大约9月中旬预算就会用完 我想整个品质各方面 还是都维持得很好 所以大概有这样的成绩 也带动周边的一些经济 人潮涌入同万节 带动周边商机 业者也乐开怀 以后人潮回温 县府承诺继续办下去 相约明年再见 县府再见 县府再见